哈囉 各位 大家好 我是Kate之丁 過年就快到了 各位有沒有想念餐桌上的哪一個味道呢 因為我爺爺是寧波人 所以我就想要製作一道江浙傳統菜 同時也是台灣人過年常出現的一道料理 砂鍋獅子頭 這支影片也是跟Panasonic合作的第三支影片 經典不愛年菜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製作任何料理之前 都一定要確保食材是在最新鮮美味的狀態 Panasonic電冰箱就有的 日本三大最新保鮮科技 新鮮極凍結 負三度C微凍結 和NanoEX健康科技 這些都是可以替食物保持在最佳狀態的重要科技 而且還可以讓料理過程更快速 先來介紹食材 這一次的食譜 我是按照我岳父給我的 負培美食譜來製作的 這應該算是我們在現在可以找到相對傳統 而且又有電視名廚背書的一個版本 負培美可以算是台灣的朱利亞財爾德 早期對料理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貢獻 那我們這一次的食譜就是來自於這裡 梅花肉 豬肥肉 白菜 雞蛋 蔥 姜 胡椒粉 派白粉 米酒 高湯 好介紹完食材 第一步要來製作絞肉 獅子頭最大的重點就是絞肉 平常我們家裡面習慣的肥瘦比可能是3比7 但是負培美的食譜就強調一定要是5比5 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兩種肉 然後把它用等比例的方式去製作 我把買回來7天內要使用的豬肉 放在負三度C微凍結式保存 因為負三度C會讓肉的表面形成冰膜 裡面的肉細胞只會略微結凍 不會破壞到食材細胞 能夠讓肉質有效防止氧化 不需要冷凍就能保鮮 可以至少維持7天不降低新鮮度 這絕對是喜歡料理的人最方便快速的烹調好幫手 微凍結的肉會比冷藏狀態更穩固 下刀比較不會產生晃動 能夠更好的把肉切得漂亮又輕鬆 我這次試用整塊豬肉 雖然說直接買絞肉回家不是不可以 但其實風味口感上絕對是跟現切的肉有很大的差距 當肥肉剁到開始產生黏性 就可以把瘦肉加進來一起再剁一下 那瘦肉呢不要太碎不然它會整個化掉 獅子頭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蔥薑水 蔥切斷 薑切片 這邊是半杯的水 這邊是黑水 在一起吃 嘴巴 最好 茶 早上 小麥茶 記著 很高 小麦芋 所有醃料的食材都加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攪拌 讓所有的汁水被絞肉吸收 抓醃它 持續的朝順時鐘的方向攪拌 我們在不斷的攪拌 它就會開始產生黏性 那因為我們現在才剛攪拌好 然後因為有手溫的關係 它會有一點點不定型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放進 新鮮極凍結式 設定10分鐘極冷模式 來縮短醃漬時間 那主要的原因是 它密集式噴霧冷流 能夠讓肉裡面的水分 快速形成微小冰晶 撐開肉的細胞空隙 讓肉快速吸收調味料入味 而且快速吸收汁水以後 也能夠更好定型 完成料理的同時 能保持肉的juicy狀態 而且能夠保住調味的美味 這一次砂鍋獅子頭 會用到的蔬菜是白菜 這個白菜放在智慧保濕蔬果室裡 加上有nanoEX健康科技 能讓蔬果延長保鮮 我已經放了7天了 拿出來剝洗的時候 還是感覺到非常的鮮脆 我們要留住幾片完整的 最外圍白菜 等一下我們要鋪在砂鍋的最上面 其他鮮嫩的部分 切成3-4公分的片狀 然後切成3-4公分是吃了 鲍鱼 我們把鍋子重新刷乾淨之後 要放油 準備要來油炸獅子頭 用一點點碳白粉水沾在手上 這樣子就不會黏了 我們在捏制獅子頭的時候 每一顆要像是柳丁一樣的大小 這邊我準備的是 加了鹽巴的雞糕湯 傳統獅子頭都有這個步驟 白菜葉把獅子頭給包裹起來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可以避免它水分散失 到這個階段我們就要講一下剛才肥瘦筆相當關鍵的一個重點 我們之所以會選接近5比5的肥瘦筆 原因就在於長時間燉煮的過程中 肥肉的油脂會釋放進湯頭裡 讓湯頭變得更加鮮美 更加濃稠 現在就開火 煮到滾以後 轉到最小火 蓋上鍋蓋 熬煮2-3個小時 在燉的期間 我們就可以使用Panasonic電子鍋來煮飯 它是呈現一種微微的乳白色的狀態 這個就是豬的油脂 滲進這個湯裡面之後變成的樣子 起鍋前加一點醬油 還有一勺的熱油就可以上鍋 我們這一份砂鍋獅子頭就大功告成 這份獅子頭聞起來的味道是比較清淡的 跟我們一般熟知的紅燒獅子頭不一樣 顏色也比較淡 不會像是用紅燒的做法 那種辛香料感那麼的強烈 這就是江浙菜的特色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 爬飯盛品啊 我的天啊 一大口的湯汁混著獅子頭 咬在裡面那個多汁的感覺 那個風味很明顯 它是有一種接近入口即化的棉花 很滑順的 白菜也是吸飽了湯頭的精華 其實這樣一道菜 就可以當作是一個很簡單的晚餐 如果是在年菜上面 它也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主角 料理要好吃 食材新鮮是最大的重點 這就是為什麼我推薦Panasonic電冰箱 日本三大保鮮科技的原因 這次我們示範了當中的許多功能 只要善加利用 就能夠保持食材的新鮮 同時替自己的料理美味加分 我是克里斯蒂 喜歡影片請按讚 分享 訂閱頻道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經典不敗的年菜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